Toto 又說有這個 Gold Coast Motor Festival 車都沒有 今天是一號而已 對呀 11號才是11至12號 糟糕你錯 錯 都沒有錯 你知不知道2017年 Gold Coast Motor Festival 的 Hero Card 是甚麼 我知道 是一個 Firely 250 GTE 那你知不知道今天拍片的主角是甚麼 不是就是這個 Firely 250 GTE 沒錯 現在來摩登山 看誰跑到上車 我都要變成Edmond 但不要向前 左軚的 那你豈不是贏了 待會讓你開吧 其實很遠 好 現在經過手忙腳亂的一番 我們終於把這部 快要開上路了 不錯 這個 250 GTE 最重要是左軚沒有刀後鏡 沒有安全帶沒有刀後鏡 哇 真的是 once a lifetime experience 這一次是我人生第一次駕駛棍波左軚車 恭喜你 當年有John Chan看到我 今天有我見證你 你當年駕駛C3 雪跳龍C3 不是 但我第一次駕駛Polo Polo 好 試試這個鐵譜炎靈 Columbus Sky 好 正宗是二波都沒有上到 就已經到紅綠燈了 雖然這部車也有61年 但輕輕駕駛已經感覺到 駕駛駛底腕的馬力很充裕 沒錯 雖然它是一部3L V12 但其實底腕是很充裕的 是的 所以一來 又到燈位 剛才說到250 大家都以為天價車 天價 行動也有點過益 GTO 即是GTO 即是過益 GTO 即是GTE 雖然不是GTO GTO 即是天價 但其實GTE 一些都不舒適 其實那部引擎是同一部 是 這個Tipo 250 的Columbus Sky 我自己彈出了 四速的棍子是有少許的 有少許脾氣 Anyway 這部Tipo 250 最大馬力是240匹 可能GTO 即是280多匹 視乎它的特別型號 可能有不同的輸出 但240匹在當年來說 是很厲害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同年份 一部Morris Minor 我們試過Anglia 30多匹 40匹 200多匹 6倍的馬力 即是等於現在一部街車 150匹乘6 800匹 812 Superfast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你看到現在的Scale 當年都是這麼高級的車 沒錯 由於它是四座位 所以 根據法拉利的傳統 這部車的保值率 是相對 沒有那麼吃香的 沒錯 沒錯 這部車真的稱得上是Supercar來的 是 它的秘力是來自於 所有東西加上 這種汽油的味道 這個聲音 那種吸氣的聲音 沒有三個吸氣的 是啊 而且你每一下油門反應 是很即時的 是很Lindy 慢慢 你感覺到車的Tippo 250 那副計的Columbus計 哇 擁著你上 這部車 其實它的風直扭力 也不是很大 始終它的容積勢 3000cc 說到240Nm 我一部JS的Torque也比它大 輕鬆 但是它那種動力的呈現方式 我們沒有體驗過 是啊 因為你知不知道 法拉利的第一副計 Tippo 125 那些是15cc V12 是啊 很好奇 15cc V12 沒有問題的 這個Columbus 其實它是一個引擎設計師 他們效力愛快車隊 沒錯 他們做了一副直8 engine 是 直8 engine 其實你都想到直8 engine 你怎麽擺放 擺放在街車上 嘩 那個車是長路 長路到全彎 哈哈 整條丁狗 所以去到法拉利的時候 他們就做了這副V12 一來 Columbus的數量多於直8 二來V12 壓縮了 它的Size可以小一點 對 compact一點 是的 為何12缸 對於法拉利來說 這麽重要 就要迅速是那個年代之後 開始慢慢體驗得到 沒錯 其實說一下 說駕駛過這個車 很開心 但其實這輛車 上網找的資料 其實都要 激跌到很強勁 因為250 你從Mikipedia看 很多輛 GTE其實 資料都有的 但要看得很仔細 原來它是第一輛的四座車 沒錯 以前 法拉利都有做過四個座位的車 但那些始終不是Mask Production 可能是One-Off 可能是 有些客戶 Special Order 那些 但是 這輛250GTE Order去的人 就很特別了 就是Ansel Ferrari本人 自己要腳車 所以 沒錯 他說想車到一家四口出行 是 我不知道去哪裏 但是 Ansel Ferrari 就指定說我想要一輛 坐到四個人的Family Ferrari 是 所以 他就勒令他的團隊 就做了這輛車出來 而Ansel Ferrari 其實用的腳車 都是用這輛車的 很長時間 所以大家後來的那些 FF 412 612 Mondiel GDC Forluso 現在就算新的Pro Sangre 其實你都可以叫做 這一輛是Genesis 沒錯 沒錯 我看這輛車 駕駛出街 每個人都很禮陽 當然 而且我明白為何 駕駛舊的古董車 每個人都駕駛大手蜜 木腳軚盤很滑 很滑 尤其是 你第一次緊張 很滑 挺好粗 挺好粗 這輛車的感覺 還有Dia經常說 Petro Pet 喜歡聞電油味 這輛車的電油味 聞到你 放題 今晚都記住 Ioniq 5是很棒 但這輛車是更好 其實當年這輛車在意大利政府都有一席位 你知不知道現在我們看到那些超跑警車 很集意圍上 很容易 很輕鬆的 即是右界拉道 Hurrican 對 一說超跑警車就會有幾輛 放在這輛車 對 不是杜拜那些 杜拜可能是撥家田 對 但當年 當年要有一輛超跑警車 當年超跑這個概念 都未是很成型的 其實60年代才叫做 即是有甚麼Super Car 沒錯 即是之前都有Sports Car 其實60年代 意大利的經濟越來越好 經濟越好 其實罪案都會很出名 罪案是很猖獗的 尤其是當年 意大利警方最強的車 就叫做愛快1900 其實不是很快的車 100元都不夠 當年的賊 基本上只要偷駛一點點的車 最出名的是Jagga Mark II 那輛車很快 當年最快的房車 基本上已經追不到 當時意大利總統Giovanni Granchi 他去了警察的頒獎典禮 撐警大會 不是說撐警大會 即是一個警察的頒獎典禮 他就看到有份取獎的 意大利車王昌Amando 他就問 有甚麼訴求Amando 聽說你很偉的在警隊 Amando就說我想要一個法拉利 然後眼見意大利的罪案 越來越嚴重 警察跟不上的時候 他就認真聆聽這個訴求 Giovanni總統先生 就直接撥個檔給Enzo 不是Collection Garage的Enzo 而Enzo Ferrari本人 就問他 製造兩輛拉利尼 外國出分力可以嗎 為意大利出分力可以嗎 愛國 愛國者 Gracia Gracia Enzo說 No problem No problem 之後就安排了整輛250GTE 給意大利警隊 Squadra Mobili Squadra Mobili Squadra Mobili 其實真的用來捉賊 他們有代號的這隊人 叫Black Panther 因為他的車是黑色的 當年這個阻子 就是來自他的愛花1900 因為黑鬼拔拔 人便拿在黑鬼拔拔拔拔拔拔 其實這款Flag Weep 其實就是有八個精英警員 是負責的 Amando是其中一位 他都是最有名的 最負責滅果市店的人 但是 他其實親手都捉過很多大賊 但很遺憾 他搭 sus 企駁 vengeance GTE有一部在訓練期間 據說已經失敗了 好像是連人帶車的車位一樣 Ansel Ferrari很迷信 一有這樣的事 那部車已經完全消失了 是沒有駕駛的 所以已經在歷史上消失了 底盤編號3999 就是現在的倖存者 不是這部 黑色那部3999 現在賣給意大利家族 那部車的Amando也用了很多年 很多人當年都以為 這部車是你們自己的警察 和你做一些貿易貿易 其實不是的 Amando當年真的用來捉賊 他是想著我的槍 我是用來捉賊 甚至有一次是捉一輛Citroen DS 為了捉賊賊 是迫賊到樓梯 那條很有名的樓梯 大家有很多電影都見過 Spanish Steps 甚至是滑進去 這部車的雪鐵龍 好像是打了關心滑進去 加快一點就這樣衝進去 像Fast and Furious 是很Fast and Furious 但是那部車是全身而退 當然是有些Battle Scar 那部車仍然可以響到Siren 它那部Black Panther仍然響到Siren 其實在Amando沒有用那部車後 是用來運血 運甚麼 運血 運氣官捐贈運血 那部車是用來這樣用 到68年才正式退役 由於這部車的英勇史跡太厲害 到1977年 被改編拍攝了一套飛車電影 駕駛了Policeo 2Spring 對啦 電影中它也是開的250GTE 又是滑進樓梯 所以是有重演過一幕 對呀 搬上大暗幕 在這部影片推進前 我想問問大家 有沒有試過天時暑時開行冷氣 但冷氣又霉又臭 下大雨時水培力不從心 勃得不乾淨 我有啊 我有啊 那還不誇張就想 再買上HepaKing.com 用QuickSearch功能 找一下自己款車 找回高效能活性探馬氣旅目 換上對又淨又膳水的水培 喂 這個埋單 寫著有些入賬號 是呀 入了我們Flatout專屬 Discount Code Flatout10 還有九折優惠 是呀 下單了 不要說那麼多 上車吧 不要載人看片 好啊 這部車也不是那部車 250 250 與其說是一個型號 我會覺得是一個時代的法拉利 是 基本上由五幾年到六十年代 都是250系列 所以250其實是每個氣缸250cc 以前的125系列 就是每個Cylinder 125cc 所以那些是1000V12 這副是3000V12 基本上這個容量是Double 之後就有支援330、400 其實之後去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法拉利就開始已經不再用每個Cylinder 幾多cc去計算 所以458是4.58Cylinder 後來就好像有些變馬力 是幾多CV 其實每個年代的Number 都有一點不同的象徵意 但這個年代就是Cylinder CC Per Cylinder 我們尤其看回很多Classic Car Guide 在1962年的時候 這部250GTE其實跟那些California 250GTE、Shorgo Base、Longro Base 它的價錢是差無幾 甚至可能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就是因為四座位 法拉利這個沒有那麼保值的傳統 令到它的新價差很遠 你跟我說它跟250GTO 是差1000元是真的嗎 差1000元美金 豈不知60年後的走向在市場上 當然當年買250GTO的人 很多時候可能今成今已經傻了 或者已經不在乎了 所以四座位法拉利沒有那麼保值 或者不值錢 有些人誇張點說不值錢 這個說法其實 還需承認真是 長久以來60多年都是這樣的 至於為什麼我相信 可能是這個世上更有Racing heritage的法拉利 但是你說這輛250GTO 是否沒有Heritage 當然不是 它的故事也有很多 它活了60多年不是白活的 雖然它最光輝的幾年 可能是62到68年 做警車的幾年 有時候這些車 你在網上看 就是這樣 你看到250GTO 這樣就這樣嗎 哦 最貴的車 有時候是離地的感覺 好像遙不可及 但是今次很感謝主辦方 對 很多人主辦方 給我們一個機會 與原來這輛車 不是那麼遙遠 雖然鏡頭觀眾說 Chill 你們做Media 當然 有得駕駛 但是近距離看也不同 對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要來11月11至12日 來GoCost Motor Festival 我們亦有一個公司賣物 所以亦可以來探訪我們 除了這輛車外 還有很多 今年那三部Hero Car 有CLK GTR McLaren F1 還有91GT1 同場有很多好多漂亮的 Figami 和Guntil Works 有很多漂亮的車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拍攝車的 我強烈建議你 這個令我想起 下位BB的潘炳利潘生 他以前是落場的時候 落場車 對 應該就是這樣的感覺 就是這樣修正 軚環很大 但車油快 我覺得當年 Rode Car 和Race Car的距離 沒有那麼大 現在你一輛法拉利 和你一輛SF90 對 同一輛下車的F1當然是不同的 不同的 但我覺得這輛車 當年GTO根本已經是落場車 我覺得我們都很接近當年 對 潘先生的體驗到的東西 或是N-SUPERA 對 沒錯 對 沒錯 哇 斯敦 我覺得今天簡直是我們其中一個很值得記念的時刻 沒錯 雖然我們試法拉利的廁所不算很多 但我們試一輛都是經典的東西 對 上一次就三輛 對 今次250GTE 對 雖然呢 為何沒有GTO 但其實GTO說保險我們都出不了 不單是我們國外的車門都出不了 對 但是不要緊的 我覺得重要的是體驗到這個年代 Columbus V12 沒錯 對 不是 Columbus V12 這個年代的法拉利 是一個SUSSUMITI的 那個體驗就是 法拉利真的是法拉利 或者是政府或者有很多電影都會上去 所以試到它 我們都覺得很榮幸 也很值得 沒錯 對 其實各位如果想看這些漂亮的車 機會來了 下個禮拜 不是 下個禮拜 總之是11月11日至12日 在屯門黃金海岸就會有個Gol Cruise Motor Festival 對 為什麼要說這麼多次 因為我們也有份參與 因為我們會在黃色的屋子有個BOOF 負責賣東西 沒錯 有個Session跟大家見面 拍照 簽名 怎樣也好 紅層也會有無數價值連城的Classic Card 給大家觀賞 對 除了看GT1的三級盒子 記得看我們的兩件盒子 因為我們都要抽時間出現 Anyway 觀眾們 不知道你們對這個舊的 艷靈 Ferrari GTE有什麼感賞 或者你們舊的Ferrary 你喜歡哪一架 讓我們知道 有些人的Ferrary 在各時的Ferrary 也要保持一家 我們可以避免 我們要保持一家